是第11次上課 前幾次上課 我想已經是一個清單了 所以假設哪一次上課 你不太清楚的話 可能就回頭再看一下吧 那當然包含最早是用那個CSV吧 OK 然後再來就是傑森 然後中間好像有抓了一個大樂透地史資料 那個是網頁 但用的是Creditable物件 所以Creditable的好處是說 它可以避開就是那個 你要去解析HTML 格式的這個問題 可是它只能針對那個就是Table標籤 也就是如果它不是Table標籤的話 很抱歉那就不能用了 OK 那上個星期的話 我們主要是講到那個幾個重點 包括就是這個HTML File物件 那這個HTML File物件 對應到就是你要解析那個什麼 HTML原始碼的話 那就靠它了 所以這個HTML File物件其實是相當重要 那它怎麼解析 當然主要透過幾個方法 其實第一個方法就是Get the Element 有沒有 Get the Element就開始 By Take Name Take Name就是標籤 比如說我要抓什麼呢 抓那個網頁上面 像我們上個禮拜有練習 那個抓什麼 抓那個 TQC Plus的官網有沒有 抓它的幾個關鍵字 應該還有原因下嘛 比如說抓這個 人家官網的上面嘛 假設我 我的一個想法是說 我希望把 這個官網上面的這三個東西 123 123 把它變成三欄 我按右鍵可以檢查一下 我可以知道說 這個東西 它是什麼標籤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一個DIV OK 但是因為DIV的數量太多了 所以如果我假設還有其他測針 那我可以Get the Element by Class Name 你可以用Class的名稱 那後面的話就是它的Class名稱 OK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抓這個東西的話 那你可以透過這個Class Name 另外的話 如果你假設你要確定說它的數量對不對 我前面要講過 你可以Ctrl C 把這個Class Name複製起來 然後再利用Ctrl F Ctrl F就是尋找一下這個原始法 裡面有多少個這個Class名稱 那因為我Ctrl C 它好像蠻聰明 它會自己Ctrl V 那你底下可以看到71個 那顯然 這個Class Name應該是可以用 因為71個 剛好符合它的數量 所以其實 那我們就 Tag Gate Elements by Class Name 就可以抓這個 第二個是抓這個 抓這個是按右鍵檢查一下 有沒有 然後它會跟你講說 這個是H4 所以如果你要檢查H4的數量 是不是剛好71個的話 那一樣 你可以在這個搜尋 Ctrl F 然後打一個H4 OK 所以開頭只要是小於符號 就標籤 那你可以看到右邊的數量是不是71 對,沒錯,71 那顯然 如果你要抓這個資料 那你可以利用Gate Elements by Tag Name 有沒有,標籤名針 他就幫你把這個裡面的所有資料給抓到了 那抓到之後 如果你要裡面的資料 裡面的資料就Innertest 然後就把這個資料分別抓下來 那最後一個是按右鍵在那邊檢查一下 這個是Small Small我們好像也試過 好像剛好也是71個啦 OK,所以剛好就1,2,3嘛 那藉由這個概念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把我們需要的資料給取出來 也就是說 他本來的原始碼 按右鍵 有沒有,檢視原始碼 他本來原始碼好像有1700多行 OK 那你當然不需要從頭到尾慢慢去找啦 我們有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所以 我是建議各位可以把它熟悉 按右鍵檢查 這個其實就可以避開那個 就是原始碼那麼麻煩的 那麼複雜的一個資料 你可以至少找到它的特徵 所以總共都提供呢 HTML File 至少提供了 總共三個很重要的方法 第一個是GetElements By什麼 By它的TechName 有沒有,標籤名稱 第二個的話呢 是By 這個GetElements ByClassName 也這個名稱 OK 其他還有像ID啦 我目前好像看起來 這上面是有ID 可是 目前好像我沒有資料 這個地方是沒有ID啦 所以 假設 他如果有ID 那你也可以用ID來抓 OK 所以 基本上的步驟是這樣的 第一個 我們是先把原始碼抓下來 那怎麼樣把原始碼抓下來呢 當然第一個 我們會需要用到什麼 用到那個 密碼有物件 有沒有,所以我們前面這邊 先抓原始碼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有練習是 就是把幾個簡單的先練習完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抓那個TPG Plus的資料 那我的第一個範例是指抓什麼 抓原始碼到Range A1 這個按下去 有沒有,它原始碼就抓到了 OK 然後呢 這個原始碼的話呢 抓下來之後 再透過那個剛剛講的HTML file 登入鍵去做解析 所以這個把它刪掉 這個按鈕會變形 再改一下 如果讓它不變形的話 可能就是 這邊大小位置不隨處的改變 所以這個就是 就是我們上個禮拜 教的這一段程式 有沒有,Parch TVA Plus 證照名稱01 那01的話 實際上其實就是利用一個物件 就是在那個 HTML file 這個物件之前 你必須要先把原始碼先抓下來 所以以後 假設你要把網頁的原始碼 其實不一定是原始碼 或者是Json檔案 或者XML檔案 反正只要是網路上的資料 那你通通可以用這個方法 那先create一個option 把它變成一個物件 然後呢 再給它一個網址 它就會幫你把那個網址 裡面的原始碼 透過一個屬性叫做Respontest 把它丟到A1 所以這個執行的話 這個是上禮拜第一段 那第二段的話就是解析 所以第二段的話我們是 把原始碼抓下來之後 我們要解析 所以把第一段 底下再加什麼 加上那個 就是我們要解析 那個 有沒有 還記得吧 我們爬取TQE Plus 正照名稱02 那多一個東西 就是原始碼抓下來之後 我們先解析第一個 第一個東西 就是解析這個 類別名稱有沒有 所以我們把類別名稱把它解析下來 A1欄就有了 再來是B 再來是C 其實要增加哪些東西 你會發現 主要這個上面是一樣的 不一樣的地方是下面這個地方 從這邊 所以其實還記得吧 這很重要 因為我需要 把它裡面所有的 那個 所以我用 get elements by class name 然後呢 把那個剛剛找到 那個class name 把它貼過來 有沒有 貼過來 OK 建議一定要貼 你不要自己打 自己打 你打錯 他就會幫我把這個類別名稱 總共71個 通通放在這個物件裡面 假設我取一個名稱叫DIV 因為它的標籤 這個類別的名稱跟它的那個 就是 有點檢查 它就是這個DIV OK 就用這個名稱 所以呢 我就把71個的這個資料 通通放在DIV裡面 所以就可以注意 這個DIV裡面 它是一個 正列物件 所謂的正列 就是說 它裡面呢 不是只有放一個 因為有71個嘛 所以這個DIV裡面 其實有71個 它的編號是從0開始 所以71個就0到71 不是71 0到70 對不對 所以呢 總共有71個 那我們的範圍是從0開始 所以0到多少呢 DIV的總共有幾個啦 所以後面會有一個屬性 叫LEX LEX的話是 取得呢 這個正列的總數 總數是71嘛 所以點LEX就得到71 但是我們跑的範圍 是0到70 不是71喔 所以你說 為什麼要減1 因為我們的編號從0開始 所以一定要把它減1 不然會多 多跑一次 如果多跑一次會怎麼樣 它會跟你講說 超過正列所影範圍 OK 一樣啦 所以我們就是把這個裡面的第幾個 它裡面的inner text 有沒有 把它統統取出來 所以一個一個的幫我把它放在這邊 第一個建築設計領域 第二個也是建築設計 可以依次類推 OK 這個的話 就是上個禮拜 最重要的 那接下來如果說 我要繼續往前推進 B藍應該是什麼 中文名稱 C藍應該是英文名稱 其實還記得吧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再加一個 B藍的話 那我習慣用這個 中國阿虎有沒有 讓他指向哪個出生格 那裡面的話 你就給他什麼 中文名稱 然後那個冒號 然後這依次類推 所以底下 其實底下好像有 我們後來有寫完的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 底下的話就寫完的 就是再加上 它的標題名稱 然後呢 底下在同個圍圈裡面 我們就是在增加什麼 增加那個 SET 底下就是SET 這個 H4 然後這個是Small OK 這個物件名稱自己可以取 那我又增加一個H4 再增加一個Small 然後呢 我就把它放在這個回圈裡面 因為數量是一樣的嘛 一樣都是71個 所以就把它通通都把它爬 所以爬下來得到的結果 那理論上應該B跟C也會出現了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個是上個禮拜 想的最重要的部分 大家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所以這個程式的話 基本上應該可以拆成兩段 第一段就是把原始碼抓下來 透過的就是這個 叫做HTML HTP物件 上面這一段 其實是抓取原始碼 下面這一段呢 就再去針對原始碼裡面的那個 類別或者是標籤 去把它通通抓下來 那通常不會是只有單一個 而是會是一個陣列 所以你看到這個名稱 其實這個幾個 其實都是一個陣列 所以我們給它編號 到哪一個-1 就把它通通抓下來 抓取它裡面的一個TES OK 那今天接下來 後面再來看其他的練習 那當然你說 除了用XML HTP物件抓原始碼之外 有沒有別的方法可以抓原始碼 當然很多方法 OK 目前看起來 這個方法絕對是相對的是精簡 為什麼 因為三行程式 就可以把原始碼抓下來 其實顯然是簡單 可是這個方法有個缺點 就是它很容易被一些伺服 當成是爬蟲 它會不給你資料 因為它會爭執說 你應該不是一個瀏覽器 而是一隻爬蟲 所以如果你跟我要資料的時候 那我可以不給你 所以常常 明明我檢查出來的結果是對的 但為什麼每次爬出來都空的 沒資料 有可能 因為我也遇過 這樣蠻多SERV 就是會知道說 你是用這樣的方式去爬它的資料 所以它會限制你 不給你資料 除非說你是一個瀏覽器 不然如果你不是瀏覽器 它還不給你 那怎麼辦 所以底下我們順便補充一個方法 就是 如果假設你遇到那種狀況 它就是知道你不是瀏覽器 它不給你資料的話 那其實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 可以把那個什麼 把瀏覽器叫過來用 所以底下有一支程式 就是利用IE物件 去爬到網頁裡面的原始碼 然後再解析 也就是把XML 其實就這一段 這一段程式 換成用IE 也是先利用IE 去幫你把原始碼抓下來 你在底下都一樣 把它解析一下 至於怎麼做 待會兒來看 上個禮拜的重點 大概就是這樣 先原始碼 然後再把它爬低欄 然後再爬幾個 等一下的話 我們再來講 如果我利用IE瀏覽器 來爬資料 你會發現 爬的結果一不一樣 一模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是 你取的原始碼 的物件是不同的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